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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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班天水围的中学生 復活节期间去了台湾花年六日 不是游客交流 而是背着背囊去流浪 我们都一起出发 看看他们去到陌生的地方有什么办法 这个流浪团都挺刺激 学生出发之前完全不知道有什么行程 去到台北才知道下个目的地 我们去的地方 我现在跟你说 这张是个车票 我说一次而已 去不到就去不到 我们一定有办法的 花年新京站民宿 没有地址 什么都没有 自己找 原来是要去花年 这班学生大部分都没去过台湾 怎么办呢 高铁接货车上车柱 咦 那好像是 升级最快 很快就去到台北车站了 这里 先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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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火车路线又多又复杂 怎样确保不会上车呢 这叫他不是去花年了 喂 到底真的是这架 我们信车票 没有信这架 火车到了 还是先上车吧 花年 坐了两个小时火车 终于到花年 又要开始去找文宿了 这叫呼尖 到了 接腾了一天 大家都很饿了 是时候去吃晚饭 这六天 我们借了22000元台币的旅费 包括了15个人 每天三餐和车费 所以要省着洗了 算过数 每人每餐大概只要 可以用70元台币 IQ 你跟这些费用 刚才没买过280万台币 第一天 总算无惊无险地度过 可以休息一下 之后几天 还有更多的挑战 这一天要离开花年市中心 带上行李 前往距离80公里远的库园 今天有个任务 就是要大家用最少的钱 去到目的地 这班学生就选了折顺风车 因为路程远加上人多 很难找到一部车 可以安装到我们15个人 组长就想到 分拆成三个小组 每组五个人 又将路程平均分成三段 每一段路折一次顺风车 早上9点出发 究竟他们可否成功折车 在下午1点前 去到目的地呢 请看下一条动新闻